今明阅读屋 现在让我们咚咚嘴巴去读一读 我们首先来看现在的这一句话的后面是 句号 那我们把这一句话读完整了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能来试着读一读吗 二毛今天得了一百个金币 二毛今天得了一百个金币 好了 那这是句号 如果我把后面的句号变成 感叹号 感叹号的话 你还可以这么读吗 嗯 不行 试试 二毛今天得了一百个金币 二毛今天得了一百个金币 好了孩子们你们都喜欢金币吗 那你说在这里你能找到一个关键词 咱们来中读吗 哪一个词让你最激动 金币 金币 那一个金币你会激动吗 那几个 一百个 一百个 所以我们可以在哪中读 一百个 可以在一百个中读 对不对 二毛今天得了一百个金币 能把那种感叹的强烈的语气读出来吗 试试 嗯 二毛今天得了一百个金币 一百个金币 再来 嗯 二毛今天得了一百个金币 好了孩子们 你也有我们小木鱼同学读得好吗 如果有赶快给自己咕咕掌 那我们现在还可以把感叹号换成 问号 问号 如果换问号的话那它就是一个什么句子了 问句 疑问句了 对不对 那你可以怎么读呢 孩子们 嗯 二毛今天得了一百个金币 哦 哎 这个时候我在哪中音了 嗯 金币 金币中音了 二毛今天得了一百个金币 金币 我要把那种疑问的感情融入到我们的句子当中 是吗 孩子们再读一遍 二毛今天得了一百个金币 金币那种疑问的 好了那现在我指到哪一个你就用哪一个的语气来读出来 好吗 孩子们 二毛今天得了一百个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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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孩子们 那其实这也就是标点符号在阅读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注意的问题了 那包括我们在学习当中还会出现省略号 出现冒号 引号 甚至是顿号 那我们这样一点一点的去继续学习 那句子我会读了文章吗 你们会了吗 让我们一起先去赏新一篇文章吧 下雨了 雨点稀里里稀里里 青蛙说 我要做事了 小蝌蚪游过来说 我来给你当个小豆号 池塘里的水泡泡说 我来给你当个小巨号 荷叶上的一串水珠说 我们可以当省略号 青蛙的诗写成了 呱呱呱呱呱呱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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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刚才呀 小青蛙他自己做了一首属于自己的诗 那么在青蛙写诗这篇文章当中 你发现了吗 出现了许多的标点符号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 你都会正确的使用金铁器读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首小诗好吗 首先我们来看 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现在有什么样的环境 下雨了 哗啦啦下雨下雨了 那我们以前在说下雨的时候 都会像唐国老师那样说 哗啦啦哗啦啦下雨了 在这里 它是怎样说小一点的声音的呀 孩子们 稀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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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词 A B B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这两个字 稀里里 行声字 那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前一段部分 下雨了 小一点 稀里里 稀里里 于是青蛙他说话了 在人物的语言前面要加什么呀 帽号 竖着写着写的两个小可以点帽号 然后再加 连着的两个小蝌蚪 前引号 后引号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青蛙此时此刻说 我要做诗了 青蛙什么情形呀 开心 一般情况下下雨了 咱们要打雨伞 赶快回家 可是青蛙他可高兴了 他说 我要做诗了 那你能够把他那种开心的墙内的情感读出来吗 孩子们 我们一起来试试好吗 下雨了 下雨了 雨点稀里里 稀里里 雨点稀里里 稀里里 青蛙说 青蛙说 我要做诗了 我要做诗了 好 在哪一个字上中音了 诗 你能拿签 你把这一个字签起来吗 孩子们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 此时此刻谁出现了 小蝌蚪 小蝌蚪 蝌蚪两个字都是什么偏旁 孩子们 都是虫字旁 那我们来看一下 蝌是虫字旁加一个科学的蝌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蚌子是虫字旁加一个 斗的 斗 斗 是吗 好 那小蝌蚪 它也是跳出来说的吗 小蝌蚪是跳出来说的吗 游过来 它也游过来说 冒号 前允号 小蝌蚪能过来帮忙吗 能 干嘛呀 我来给你当个小豆 小豆 好 你可以在哪去中音呢 孩子们 嗯 豆好 豆好 好了 咱们一起来试试 行吗 小蝌蚪一二 小蝌蚪游过来说 我来给你当个小豆 好 小蝌蚪挺高兴的 它游过来了 那我们再来看 此时此刻 池塘里的水泡泡也说话了 他们说了什么呀 我来给你当个小句号 好 我来给你当个小句号 我们来看 这两个字读什么 池塘 池塘 再来 池塘 对吗 我们寒假班还学习过小池那首诗 是不是就是这个池塘的池啊 孩子们 是 好了 那此时此刻 小蝌蚪小泡泡都来帮忙了 还有一个人也出现了 是谁呀 水珠 水珠 荷叶上的一串水珠说 我们可以当省略号 咱们一起来读 荷叶上的一串水珠说 我们可以当省略号 那青蛙就开始做事了 我们可能以为它会长篇大论 可是它非常简单 它说青蛙的事写成了 这个字是什么呀 口子上加一个 呱 行生字 呱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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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出现了什么号孩子们 省略号 省略号表示什么意思呀 嗯 它还在 它只说了这么两句是吗 不是 后面还有呀 呱呱呱呱呱 呱个不停呢 那它把后面的语言都给省略掉了 证明后面还有语言 对不对 孩子们 好了 那么这首诗啊 咱们刚才试着去一起分析了一下 那咱们一起来语一语思路 首先青蛙碰到了谁 小蝌蚪 接着又碰见了 水泡泡 然后又碰见了 水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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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珠是谁呀 水泡泡 要来当小巨号 接着荷叶上的一串水珠 说它要当谁呀 小略号 最后青蛙开始作诗了 这一首小诗 你能够把我们这个调点符号的语气都融入到里面自己去读一读 并且背诵下来吗 咱们一起来试试好吗 孩子们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填空的形式来读一读 好吧 下雨了 下雨了 然后出现了 小青蛙 雨点 知道吗 雨点怎么了 嘀哩嘀 嘀哩嘀 太棒了 青蛙说 我要作诗了 小蝌蚪 也不过来说 我来给你当个小豆 特别准气 那此时此刻 池塘里的水泡泡说 我来给你当个小巨号 接着荷叶上的一串水珠说 我来给你当个省略号 青蛙的诗写成了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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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孩子们 好了 那咱们现在一起来读一读 背诵一下这一首小儿歌 可以吗 我们来试试 这样 老师把它们都扇去了之后 我们不看他了 咱们一起来背诵 可以吗 孩子们 试一试 小猫 来 下雨了 下雨了 雨点 稀里里 青蛙说 我要做诗了 这个声谁出现了孩子们 小蝌蚪 小蝌蚪怎么了 小蝌蚪说 游过来说 我要给你当个小豆豪 这个又谁出现了呀 池塘里的水泡蚪说 我来给你当个小句号 还有吗 荷叶上的一串水珠说 我们来当 省月泡 青蛙的诗写成了 呱呱呱呱 呱呱呱呱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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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孩子们 那这一首诗啊 咱们读完了之后 我们似乎能够看到 青蛙这一位小诗人 他写的诗可多着呢 可是都被他省略掉了 电脑前的你 能够也正确的使用标点符号 来做诗吗 那他写下雨了 我们可以写下雪了 都行 是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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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